想提高免疫力就把气补足了 想要提高免疫力 关键还是要补气 咱们中医没有免疫力这个说法 也不说病毒细菌 在中医理论中 跟所谓的免疫力作用相似的是气 气有防御作用 保护人体不受外邪的清晰 再细分 其中有一种叫做胃气 它的功能在名字里就有体现 胃咱组个词 就是保卫护卫 它就像是门口站岗的一样 进进出出的人都要审查一下 坏人不能随便进 院子里的东西也不会轻易丢 这就是胃气的功能 防御外邪调控凑理 你看你往这一坐 大冬天 头上还冒汗 脸色也不像别人 真怕热那种 是发红的 你脸发白 往这一坐勾着腰 说话声音也不大 这都是胃气亏虚的表现 还总是容易累吧 总是不想动 我说对没有 你的门位不干活了 知道吧 那小偷啊 坏人啊 大摇大摆的就进来的 要不这到了冬天啊 每次流感你都能赶上呢 啊 毛孔总是打开着 什么病毒细菌 支援体啊 直接就到体内了 平时三天两头的感冒 问题啊 也是出在这儿 先补胃气啊 意气雇表 把你的门位啊 好好培训一下 有一个方子啊 比较对你的症啊 就是预屏风散 专门调理你这种 表须不顾的情况 现在也有中程药啊 叫预屏风颗粒 胃气调控凑理的功能啊 恢复了 那毛孔正常开合 并且就没那么容易入侵了 胃气补足了以后啊 再调理一下脾胃啊 脾和胃一起啊 被中医称为后天之本 它主要的功能是什么呢 就是蕴化水骨啊 吸收里面的精华 化生成气血啊 所以脾胃啊 又是气血化生之源 想让胃气的生成啊 源源不断啊 脾胃功能啊 就得强 这就相当于啊 把怨强也加固了 不给病邪一点可乘之机